大家好,歡迎收看GC Global環雨順盤的入彎攻略 繼續是我朋友,另外一位好朋友Wilson Wilson,我覺得這次分享的資訊對我們來說挺有用的 因為很多時候客人選擇國內置業,第一個問題就是在想 買一手,應該這樣說,先選一區 然後就會再想,我會買一手號還是二手號 因為可能他們看到一些網上的資訊,二手有時候可能會便宜 但裡面其實一二手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一二手最大的分別一定是稅費 其實我們先講講買一手樓的好處 一手樓的好處是顧名思義,應該沒有使用過 可能那個設計方面應該是更加與時並進 因為現在很多地方的一些新的建築法規 在部件上發規就對環保的要求,比以前的要求更加升級了 無論採綱、採綱、通風等等的東西 其實比以前是更加要求高了 建築標準 是的,建築標準是要求高了的 所以一手樓就有一手樓的好處 也都是稅費上沒有那麼高 但是二手樓有二手樓的好處 你覺得二手樓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可以選一些很成熟的區域 因為二手樓你不會是新區的 已經成熟的區域 周邊的配套是看得到的,用得到的 是實在的東西 是 不用擔心的 立即有 不用擔心的 不是說可能是一些 可能有一手樓 大家可能現在經常都在聽 就是什麼新區什麼新區 或者未來發展如何 但是大家都在說將會發生的事 或者可能是興建宗 好一點的就是興建宗 不好一點就是規劃宗 再不好一點就是想像宗 但是二手就顧名思義 就是你買什麼 旁邊是什麼 有沒有街市 就是你自己去選擇你自己需要的地方 可能學校 校區是一個因素 是吧 這條設備是一個因素 但是二手樓就 不好的地方就主要 不是不好 因為分別的地方是兩大方便 第一方面就是稅費 是 稅費 第二方面就是那個 物業的那個 質素 因為它都已經有一定的年期 就是 譬如十年前的設計 和今天十年後的設計 十年前的部件規劃的要求 和今天的部件規劃的要求 是不同的 可能二十年前的樓 就是如果你更旺的地方 更加市中心的地方 或者更加核心 適合你的地方 就是你很簡單 你去廣州買月秀區 荔灣區 那些二手樓 那些二手樓 一定是二十年打上的 正常都 那些那個 設計上面就不同了 就是那個 脫節了 那這些 也都是 一手樓和二手樓 當然是不同的地方 好 OK 進正題 那稅呢 我自己有時候都會見 大人主席和我談談 賣項目 問一下意見 我都會和他分析 其實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 在網上 手樓 是實際上 感覺上便宜的 但我都會和他講 其實稅真的不同 譬如說 我們要立些什麼 例如買月秀 或者這樣說 嗯 很多時候我們看 一些二手的交易網 或者二手的 一些資訊 經常都見到什麼 滿五為一 是 滿二為一 嗯 甚至可能沒有這些東西 那其實呢 就是剛才Franning所說的 有問過問題 嗯 有些什麼稅 是 業主要負責的 我們今天 主要講一些 在國內 我們今天 用 兩個城市 大灣區兩個城市的二手樓 嗯 住宅 普通住宅 交易流程 作為一個實例 嗯 分別是中山市 和江門市 的普通住房 嗯 就是我們一般買得到的住宅 就是不是別墅那些 別墅那些 不是普通住房 是 還有是 144平方米以下的 建築面積 144 4平方米以上的 都不是普通住房 已經 首先我們先定好基調 是什麼 defination 嗯 會有幾類稅 出現的 是 第一類是什麼 第一類就是 我們的增值稅 是的 第一類是增值稅 是的 那個名字叫增值稅 這個是業主負責的 嗯 第二個業主要負責的 叫做個人所得稅 是 那 那 這兩個 其實第三個 一個第三個 叫做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 在個人持有 住宅是免證的 這個所以不用說了 嗯 基本上就是這兩大類 但是客人都要付稅的嗎 沒錯 客人要付什麼稅 客人要付的 就是我賣你層樓 我要付契稅 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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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幾百 那些很少 主要其實 一個二手的交易過程 個人持有的普通住宅 主要是三樣稅 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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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所得稅 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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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 頭兩個就是 原業主負責的 理論上是 對 第三個就是 新買家負責的 但在實際操作上 我們經常都會見到一些實收 實收 譬如那個單位實收一百萬 譬如今次我是一個業主 賣給阿Frank 新買家 那我就跟阿Frank 實收一百萬 是 那就是說 我 本身原業主要負責的 增值稅 和個人所得稅 我就不給了 那阿Frank OK 那你買這層樓的時候 你要計算了 究竟樓價一百萬 然後你計算契稅是多少 個人所得稅是多少 然後增值稅部分是多少 那可能舉例八萬 那你要預備八萬 那 那好了 為什麼要是實收 那明明國家講明是我給的 賣方負責的 就是賣方的稅來的 我賺錢為什麼要來付呢 為什麼呢 我沒想過 我記得你提過 是啊 講來聽一下 你說得會好一點 清楚一點 好 其實呢 舉例 現在我是業主 他是新買家 那我現在 我說不用了 我們的稅各有各給 那 一百萬樓價 那我計算了 可能我要給十萬元稅 那我八萬萬賣給你 那你自己就 可能計算契稅 可能1% 這樣說 1-3% 看回 當今次的個案是1% 那可能就是 一百 一十萬 即是一萬一元 那你的購買成本 就是一百 一十一萬一千 嗯 OK 我八萬賣給你 那好了 那現在我 比如舉例 我人在香港 那我收了你八萬 是 我不交稅 嗯 我醜了 我不回來 嗯 那就是 過換不到給你 哦 是啊 我記得你提過 最大的問題是 那個封業 是啊 那你不會覺得 我收完錢 就是 有些人 立心不良 那他不交過稅呢 那你就死死地氣 要去交 交完之後再給你 你的名字 嗯 明白嗎 嗯 其實這些矛盾 經常會發生的 嗯 嗯 嗯 所以在實際操作上 很多時候就是 哎 你們會提出 你不用了 你一百萬元 交十萬元稅 一百萬元就行了 十萬元 那個稅啊 那些 你自己交了 那就可以順利 完成整個交流流程 因為你給了稅政府 就自然可以順利 過到命 是的 就可以過戶 出到那個 那個 不斷產權證 那這個其實就是 最核心的問題 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 你們 就是見到 經常都說實收實收 反過來 我以前在 國內開 就是做二手的時候 嗯 反而如果有些業主 就說不用了 各收 各付 那我們反而會更 提高警惕 嗯 會更加提高警惕 他會不會 好像阿康你說的 你去做 這個其中一個計算 第二個的一個是 他嘗到很多架菜例 他收很多人擔 然後 然後 又有一個 直接給了錢 因為有一些 他一定是餘必 我們會想為什麼會這樣做 是 所以我們都會 就是 在這件事 好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 首先 另一個機條定好了 就是 我們是實收的 就實收的 那剛剛我所說的稅 我們不如那三個稅,我們都過一過,什麼叫滿五為一,滿二為一 首先不如這麼說,當什麼都沒有,我今天買了一層樓回來,馬上賣出去 在一年之內,我就賣了給你,那我要給什麼稅呢? 你要給,之前我們叫做營業稅,幾年前我們就改了增值稅 那裡就5.6%左右,5.6% 之後他就會說,譬如說兩年裡面的,你賣出去,那我們就會徵收整個 舉例,我陳樓,以下我們都用這個假設,五十萬買回來 是,我是一年之內,用一百萬買回來,ok? 那我就改了五十萬了,ok? 那剛才所說,因為兩年之內,我是要給5.6%增值稅的 那就是一百萬的5.6%,就五萬六千元,是全額來的 那我還要給一個人所得稅,那個人所得稅,那個人所得稅呢 就是,呃,差額部分,或者,全額部分,那看你怎麼交了,差額部分 就是五十萬的百分之二十,就是十萬 嗯,十萬,那,另外呢,譬如在中山,就可以按,成交價,就是一百萬的部分 一百萬的三個百分之二十,江門就是一個百分之二十 江門會平? 對,江門就是一個百分之二十,就是去徵那個,個人所得稅 那剛才所說,那現在,如果我五十萬的二十個百分之二十 你到時,你說你不見了,你上手買回來的價錢 哦,是,因為我知道呢,他就是說,如果提不到之前你買房的單據性,就是沒有了那個數碼 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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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 那就是一萬元,一百分之二十 但這個也好像有一個計算是,可以達到兩個條件 兩個條件就可以免費 是的,那就不要緊,這個,剛才所提過 這個是scenario1 我是什麼都剛剛買回來的 嗯 那就要交這兩個稅 就是剛才所說的5.6 五萬六千大元,加三萬元 嗯 或者,你喜歡的,就交那個 差額部分的二十個百分之二十 那麼,那裏十萬,就是十五萬六千 那麼,剛門呢,就是一個百分之二十 或者差額部分的二十個百分之二 OK 那麼,這個就是scenario1 OK 那麼,scenario2 滿意為一 嗯 就是,我持有這套房,夠兩年 是 那我就不用給那個增值稅 是 5.6 5.6 我就不用給,就只是給個人所得稅的這部分 是 就是那20個百分之二十 差價部分,就是剛才所說 50萬年价 賣出幾百萬 那五十萬賺了,那就就是十萬 或者是三個百分之二 看自己算數而已,有些情況可能是這樣的 90萬買入,100萬賣出,你賺10萬而已,10萬計20%,計2萬 全拿徵100%,100萬計3%就3萬,你當然用增值部分的20%計算 那就少了,這是計數遊戲 這個就是Cenario2,就是滿二為一 第三個Cenario是五為一 就是說我買回來夠五年 還要是在我廣東省的唯一住房,證明的是我的唯一住房 這樣,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都是免徵的 都是免徵的 新賣家的不同情況,可以申請契稅優惠 如果你買的單位是90平方米以下 以及是現在的第一套住房,可以減2%,1%可以了 如果你的單位是90平方米至144平方米,就是減半1.5% 那就根據新賣家的情況去表交 如果你的單位是第二套住房,就不用想了 3% 大概就是,那個契稅就是這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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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也都說第二個Case 這個 住宅 很多人都 大概了解了吧 應該 中山和珠海 我們應該 會做個表出來 做個表出來 做個表出來給大家看底 是 是 是 很多人 早兩三年前 買了很多 是 中山和珠海是限購的 是 限購得很重要 是 中山又要交 那個 碎單社保 或者組織證明才可以買 然後 珠海 就 一年的社保 旁邊一生就跳到五年 然後 然後就推了一些客人或者發展商 推了很多這一類的項目 就是什麼 商業性公寓 是 商業性公寓 中山那時候多虧不得念 是的 其實呢 我們都說回商業公寓 商業公寓 其實 我們現在用中山做舉例子 中山舉例子 那 剛才我所說的那些 個人 有住宅 什麼 夠兩年 夠五年 滿二為一 那些 那些 大家就當 什麼字 抹掉就可以了 抹掉就可以了 不用想 就是 真值稅 就是5.6 你買了多久都要給的了 就是 你買出界的價錢 去計算 就是5.6 你走就不行了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 你又 不用走了 不用想夠五年就不用蒸了 照蒸的 是 按差額 沒有得選 沒有得選 是差額部分的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就是你賺了多少就 擺下二十 是 那 第三個稅種呢 就是針對商業性 才會有的 就是土地徵力稅 土地徵力稅 住宅部分呢 個人持有 住宅呢 是不用蒸 土地徵力稅的 商業性 用房 是要蒸的 是 土地徵力稅 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你 買那一刻 土地價格 是多少 和你賣那一刻 土地價格 是多少 中間裡面的升幅 就按 好像個人所得稅 就是那個差價部分 的百分之三十 至六十 去到算的 為什麼這麼浮動呢 會三十 百分之六十 很高 高就沒有辦法 他會計算的 總之就是 他會計算 那個差價升了多少倍 然後就跌到三十至六十 那個範圍裡面 總之最高就會升到 中間的差價八百六十 八百六十 這是最高點 最高點的了 其實簡單來說 你預持有得久 就不用問了 因為土地價格 理論上就是這樣上的 土地價格 理論上就是這樣上的 所以那個就 一定是 爆標的了 其實所以為什麼 Friend 我想問問你 為什麼 有些朋友問我 為什麼 國內的發展商 跟香港的發展商 香港發展商 或者很多地方的發展商 可能它 起到現樓才賣 或者叫做 不合格就不賣 持有 出租 其實你剛剛說了答案 已經那個字 那兩個字 持有 因為持有 發展商還持有那塊地 他賣給你的時候 他賣給你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做生意 然後說回這個三十字 那個位置 沒錯 很厲害 大家要知道 因為發展商是公司 公司開發 那些住宅項目 就是不是個人持有住宅 是公司持有住宅 公司持有住宅 是要給土地增值稅的 所以為什麼 國內的 絕大多數的開發商 都不會持有住宅物業 原因就是這裡 賣給你的事 他要盡快賣出去 否則他越持賣 土地價格越升 哪怕他在樓花期賣的時候 都會升了 那他就要給土地增值稅了 那是很厲害的 可能由他今天樓花期 年半樓花期 到現樓 可能中間的土地已經升幅了百分之二十 土地價 那他一二十 裡面升幅百分之二十 土地價升幅百分之二十 那他跌到三十個百分之二十 二十個百分之二十 裡面的三十個百分之二十 已經是六個百分之二十 六個百分之二十 很重要的了 很重要的了 因為你之前說過 發展商去一個樓盤買回來 其實價格很低 十幾百分之二十幾百分之二十 很簡單 我今天看新聞 融創 融創那個核心盈力 核心順利 和他的營業額 計算出來大概是 十三個百分之二十 核心順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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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回他的營業額 大概是 十一三點 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你想想其實做融創已經很大生意了 是 很大生意了 那他也是十 東這個百分之二 那如果我 賣遲些 我就政府的稅已經在這裏了 當然我剛才所說的不是樓價六個百分之二 是土地價格六個百分之二 這個要一大難餐的數去計算 只不過輕輕地告訴你 為什麼他們所有國內的發展商 一定在樓花期就已經賣樓 除了資金回籠是一個因素 追收是一個因素 等於新加坡一樣 新加坡的現樓不賣 新加坡政府是會有 penalty 給發展商的 是啊 是啊 當時做過都知道 兩年急買 是啊 沒錯 那這個是一個因素 那所以為什麼我說 商業物業就多了這件事 就是中山 可能以前沒有什麼人特意去講這件事 或者很多朋友就是 就是貪 最重要是可以買 兩層 買一送一 好像很漂亮 複色 挺好的 最主要是小 單位又不大 因為大家就是 可能看開國內樓的都會覺得 哇 每次都要我買三房 每次都要上千尺的 有沒有些六百多七百尺的兩房 我兩個老人家住了 我以為退休 那些子女不會跟我住的 不用每次上三房 上千尺的 如果你有些兩房 的設計 六百多七百尺就最好了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需要這些東西 那就是單位 有種感覺我們香港住慣了 就是小單位 是 大一些單位可能都未必慣 還有人少 但是那時候的公寓 正正就是 它全部都是 可能是 一層三百尺 兩層就是六百尺 有兩個房 是 我覺得又反過來 我們經常都講過 那句 百貨百效 是 買公寓 公寓都會有自己的存在價值 因為投資在公寓裡面 收租 收租回報會比較高 沒錯 收租回報會比較高 沒錯 唯一 硬傷一點就是你剛剛提到的東西 如果再賣出去的 稅收的確會比較重 是的 稅收會比較重 而且沒有說全贏 公寓可以做公司 可以做公司 出租回報會比較好 甚至乎有些 產品可能做Airbnb 位置好的話 其實都不差的 好像深圳的公寓 其實深圳的公寓 深圳的公寓很骯髒的 還有深圳的公寓 現在已經可以 給他 給他 積分 積分 入學 他開放了公寓都可以 積分入學 我可不可以 轉角度出來 想 譬如這樣說 公寓是比較一個 收租回報 或者當時租比較容易的項目 你入手的價錢 雖然可能價位比較高 但他 入手的價錢相對 應該是比住者會平 第一 其實要這麼說 舉例四十萬 是 究竟你買一個 比較旺的地方的公寓 嗯 有兩層 嗯 還是你用四十萬 買一個山卡拉的住宅 你想想 如果給我選擇 我一定是買一個市公寓 是啊 即是等於我們現在公司 我們都有做的 四十萬的住宅 哪裡有呢 有啊 欣平那個 那個盤 那個盤 四十萬有啊 有間住宅 是 三十幾萬都有 是 是 但是真的卡拉都不卡拉 卡拉永遠都可以 這麼圓 哈哈 但是 四十萬的公寓 是 你可以在 中山買到一些 比較漂亮位置的公寓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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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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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可以 一言堂 都 跟大家講一講 實話 公寓的聲幅一定是不夠住宅來的 很簡單 大家都在這個location 這裏有座公寓 這裏有座住宅 嗯 大家看看十年之後的升幅 一定是住宅高於公寓的了 那 怎麼這樣講呢 除非 之前的所有歷史數據都是假的 都是錯的 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 所有大城市 包括成都 我們做過所有地方 同一個地方 嗯 以一個 中長線 十年為期 或者五至十年為期 嗯 全部都是 住宅的升幅大過公寓 是 哪怕大家同一時間賣的時候 住宅的單價赤價比公寓 是 但是最後一個升幅是 住宅高於公寓 起碼到今天為止 由2010年 到現在為止 我剛才所講的所有城市 都是如是 都是如是 始終國內的市場 有很多流動性 就是二手市場 二手市場的流動性 還有其他主要是 很多條件上的限制座 因為 你 學位 學位已經 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是什麼呢 公寓是不可以扣房入戶的 是 不可以扣房入戶的 我跟很多國內的朋友 親戚他們說 他們不考慮公寓 都做不到這些 是的 做不到 因為我們香港人會 考慮戶口 不是考慮那麼多讀書的問題 這些問題 好 那今天我覺得 都差不多了 是 差不多都 說了我們想說的話 如果incase 譬如說 觀眾朋友 有興趣再深入些 問一問這個城市的問題 又或者真的想和我們再探討 一手樓好些 二手樓好些 歡迎大家可以在我們 沒錯 有沒有東西補充 沒有 都可以了 好 多謝大家 去看我們入彎公 今集 講一個叫做 一手樓二手樓的比較 稅上面 OK 記得 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支持一下 另外也可以follow 我們的channel 訂閱一下 突然有什麼新的資訊 就可以讓大家知道 第一手的資料 是 OK 先謝謝 拜拜